近日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在滇西高原开展了一场为期两天的群众性山地铁拳杯创破纪录比武竞赛 此次比赛分为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 包含战斗体能 轻武器 实弹射击等近20个课目 来自这个旅的200余名训练尖子齐聚沙场同台竞技 在全副武装通过400米障碍课目中 参赛选手要在负重13公斤的情况下快速通过数个障碍力 这不仅考验着官兵的战斗素养 同时也对耐力 爆发力和战术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开展这样的创破纪录比武竞赛活动 不但锤炼了官兵体能 技能激发了官兵血性 武器 还挖掘出了一批训练尖子 掀起了旅队以秉促性的训练热潮